说他的孩子就没有在这 没有没有 没有在这管 他自己承认 他把他孩子卖到 我这个案件 我实际上在原先第一次开庭 我又问过 我说我今天也问他 我说你当年卖你自己的孩子 你知道不知道 现在卖哪了 卖多少钱 今天我问他 你的孩子有没有卖钱 实际刚开始他回避的 他一会说有 一会说没有 我说你拿孩子自己 还没有卖钱 后来说卖钱了 卖钱就是说我不是卖 是因为我也想要孩子 但因为我的孩子是一个私生者 我又不能养 所以他不再回避 当然我又问到了 我说你的孩子你自己卖了 你这么多年 你有没有想过的 他说我想过 然后我又问他 我说你自己的孩子 你自己卖了 你都想 你拐别人的孩子耗几十年 你有没有想过 别人会不会想孩子 他是沉默的 他卖他自己的孩子 到底得没得钱呢 他怎么说 我最终还是承认是得钱 得钱了 从原先第一次的听诊 他是说 就是因为他卖了第一个孩子 感觉卖孩子可以挣钱 从此开始了 让他们拐卖之路